今天继续向大家介绍红拳的一些基本套路 我们将会结合上身的拳法和下身的马步来进行单一的练习 首先向大家介绍拉马日子锤的向前和向后训练 所谓拉马就是拉开马步 这是向前 马步向前 马步向后 加上日子锤 就变成拉马 火箭锤的训练 我们首先向前 向后 注意到身体的协调性 在移动当中 力量在一个点上形成 向前向后 水组合 好 这是拉马火箭锤向前向后的训练 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个 防守 这个叫做大臂 也叫做手把防守 防守的训练 也是红旋当中 比较常见的 结合马步 以视频马为准备 右板手 左板手 右板手 左板手 右板手 板手 一下子形成 注意哈 用肩 用肩 肩和大臂 形成 挡住 然后两只手配合 防 弓 同时肩背 配合马步 也是一样的 视频马变直舞马 好 视频马准备好 右板手 左板手 左板手 右板手 左板手 左板手 大家可以反复训练 OK 这是板手的训练 胡找的训练 结合植物马的训练 还要视频马 右胡找 探出去 右手 探出去 马步的形成 注意 左边也是一样 准备 正面 注意留意我的造型 视频马 变直舞马 鼓探出去 鼓探 反面 鼓探 鼓探 好 好 接下来 我想给大家介绍 我们学过四种马步 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 而形成一套比较有趣的 脚下的变化的一个步法 好 我们知道 首先是有学过吊脚马了 牛马了 视频马了 植物马 这四种 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我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我面向这一点 右边吊脚马 牛马 四平马 回牛马 再出四平马 侧右脚 变直舞马 回吊脚马 反面吊脚马 牛马 出四平马 回牛马 再出四平马 侧右脚变直舞马 回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组合 大家也可以学习这个套路 也可以把它拆开 比如说 你记性的方式 好 不要预设 直接来 时间的长度 可以自己决定 只是走下身 以达到一种对力量的控制 瞬间完成一个造型 当然大家也可以配合上上身 这些长法和拳法 比如说 再出四平马 诸如此类 根据之前我们所学过的 随意搭配 用来训练自己对力量的一个控制 用最简单的步法 最简单的造型 来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 这是一个马虎的一个训练 接下来我继续把红拳当中的 公制服务拳套路 继续为大家往下介绍 上次我们来到四笔马 出手走 下打上打 下上 双胡走 打开 胡走 植物马 拉手 刘马 出脚 转身挡 擦眼 拉收 刘马双挂唇 好 整个公制服务拳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从头打到这里 为大家演示一遍 方向我将会面对这边 双拳收腰 右脚顾顾胸 右脚向前 刘马 静泥 收 四平马 日子吹 拉马 平纯 刘马 朝手 拉手 拉手 麒麟布 胡利朗 拐面 一抽一抬 分锤 平锤 上部 平锤 侧后 拉马 平锤 拉手 上部 出蹲 一下 一下 分手 拉马 鼓走 流马 拉手 出拳 打 擦眼 拉 提 流马 双挂锤 收 好 接下来我会把 公制服务拳里边的几个套路 再仔细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去到这个 四平马 我变得正面 四平马 手肘 这个地方 好 所有的一下一上就是先打下 打上 下 上 节奏是快 到这里以后 下是须 上是时 须时 OK 好 来到这里 须一时 然后突然变 突变 一个是平马 好 然后上伸的手 胡爪 压住 然后双胡爪 拉开 双胡爪 拉开 像两边推 像推两个墙一样的 双胡爪 以后下面变植物马 上升 胡爪 马上变流马 拉手 抓住对方 起脚 回来 挡 注意这个起脚 起脚是经过 大腿和膝盖 出去回原来的位置 回来 反向回 对不起 然后 转身 挡 然后注意 这有一个动作叫做擦眼 顾名思义 擦出去 一拉 提 注意 变流马 然后双挂锤 注意 我对着正面做一次 双挂锤 对 对方有一个拳打过来 有一个腿踢过来 挡住 又是一个造型 好 到这里 一连四级的传统武术训练 就到这里结束 非常感谢观看影像的每一位朋友 在这里 我要重申 我是一名舞者 之前介绍过来自香港舞蹈团 我们进行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这个武术训练计划 所以在这里分享的呢 其实是我们个人 尤其是舞者对武术训练的一些心得 而并非一个正宗的所谓武术的一个训练计划 我们重在分享一种对身体的一种认知力量的一种收放和自如 而并非是真正真具有国际 具有对抗性的武术训练 因为我们最终是为了舞台呈现 为了一种表演 舞台上身体的一种表演 对我来说 南方的这个红拳 或者是公子不顾拳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对力量 对极端最极致的一种把握 之前的几集 我反复的强调 其实是在乎于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身体 而不是把自己的身体训练到 如何如何的强壮 可以一拳打穿一个木板 打烂一个什么 其实并不是说这里所强调的 而是你的力量 你一个拳头出发的力量 或者是说你一个马步 停住 停多久 多迅速 或者是 多慢 好 如何弃成当天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东方的 作为香港 我觉得我们以一个传统的 以一个东方的东方 作为创作灵感的一个舞蹈团的话 我们觉得在身体上 如何靠近武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和我们的一个愿景 所以在这里也很想分享给同行们 所以大家在前几集 其实只是给你们一个提示 给你们一个暗示 更希望是你们也能够加入自己对身体的一些想象 如何找到一种东方的身体 那对于我来讲 武术所呈现的一种身体 其实就是最东方的 当然它来自于对抗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为什么把它当成一种表演艺术 实际上看重的 就是它对身体力量的一种控制 如何在瞬间达到 而且我反复强调 狼方武术更强调的是一种 硬桥硬马 在小空间小范围内 大家之前几集都见到 我几乎没有跳起来 几乎没有 没有很多太多的移动 而是一种非常迅速 非常迅速 非常迅速 这种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种身体 如何少 而呈现更多的一种状态 这个也是我想在 我们一年四集之后的最后的结尾 很想给大家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希望我们到时候 学到一点点之后 如何去生化 如何去共同分享 我们得到更多 关于身体上的一种认知 最终还是回到 我们的舞蹈上边 谢谢大家 一年四集就到这里